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越也向我们印证了他不仅是个会演戏的演员 更是一个会打的演员 片酬肯定是加了 翻了 我想想翻了多少倍啊 好像 我脱不了鞋了 其实片酬肯定是加了 那我现在也非常高兴告诉大家我做到了 那也有很多的戏来找我 尽管新版西游记收视长红 吴越更被网友一致评价为特色孙悟空 无空 蒙猴等多个美誉 但苛刻的网友还是找出了其中不少美中不足的地方 比如新版西游记台词很雷 很现代化 演员所戴的面具很假 很做作的 采访当中 吴越也在现场有了诚勁 这个有人说这个刘亚农彤老师呢 演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猴王 而吴越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孙悟空 还有就是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就是大家都提到了蒙这个字 那也有很多人说这是蒙猴啊 然后说什么 还有人给我起名字叫吴空的 就是我的吴越的吴 完了 吴空 说吴空你这版蒙得很到位 然后蒙的很彻底 有人说 你这个面具为什么不能动啊 其实说心里话 我已经非常努力的每天都在不停的动 我也解释了多次了 就是在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大片里边 他们也是带的这样的面具 但是他们带的这个面具呢 是只工作三到五个小时就可以了 而我们这么大的量 我们在九个月当中要拍六十多集的这种系量 而且孙悟空有1400多多场戏 所以我在ABC三组天天转为了省钱 虽然花了很多钱 但是为了这个再省钱的话 就我的这张脸呢 确实是一天都不能换 所以一换 再一粘就得将近六个小时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 大家也不会等你那么长时间 那都在每一分钟都在浪费钱 所以我特别想让它再大一点 或者说电脑在帮我帮助我大一点 但是确实是没有做到这一点